花林县彰化同乡会举办第十一届第二次的会员大会 各县市彰化同乡会理事长特别到场共襄盛举 和在场两百多位的吕花乡亲欢喜相见欢 场面非常热诺 为了凝聚会员之间彼此的情感 并且进行交流 花林县彰化同乡会并且在永逢餐厅举举办 第十一届第二次会员大会 各县市彰化同乡会理事长特地到场共襄盛举 在场面多位吕花乡亲欢喜相见 场面也就是温馨 同乡扶持同乡照顾 让同乡们从彰化搬到花林来定居 四同工商都有一个很好的成绩 对社会很有贡献 大家团结一致 让这个同乡会 能够 比较进步 比较多人来参与 我们期盼大家 在这个同乡会里面要互相勉励 互相扶持 所谓 台语说的 我们今天不怕路透暖 死与旧既好代代团 我们大家都是出外人 要更团结 理事长陈宗表示 这次将会继续带领群体里坚士们 让会员之争日上 会员们彼此合作无间 展现高度团体的气势 为了带领监视会员以及齐心努力之下 造福这次会员 凝聚相信力 营造祥和美满的社会 记得继续合作为了